求职找工作的民众逐一进入面试 对于能够就近在妇幼馆这里找工作 民众觉得很方便 就算不是在这里举办 只要有就业媒合找工作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感恩了 我闲不住 在家里做也很辛苦 没有工作时间很难过 就这样子就出来找找看 搞不好运气好有碰到有适合的工作 来这边因为你自己是本身就住安乐区 所以来这边算方便是吗 是方便 如果把我调到那个人爱区 别的区也没关系 只要有工作就好 我不影响就是什么坐车的时间什么 我可以提早出门 有工作最重要 对有工作最重要 为了协助更多 要找工作的民众基隆就业中心 特地进入社区 在安乐区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妇幼福利服务中心 也就是妇幼馆 办理今年度最后一场 前进社区真才活动 明年四月左右 将举办一场更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 五家不错的厂商前来 那现场大概提供了 157个职缺 大约有作业员 工程师还有保全人员 储备干部还有仓储 甚至还有这个校园的清洁人员 我们一年大概两到三次 那其实我们每年都也会跟社会处这边合作 然后一起办理 那帮助这个民众 我们明年度会在金融市 举办一个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我们会邀请北区 很多家大约60家约60家的这个优质厂商 然后提供大概将近2000个职缺 那希望这个有医院的民众朋友 千万不要放过这次的机会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和基隆就业中心合作 也希望能够为服务的中低收入户个案 媒合找工作赚钱 执行更多脱贫计划 帮助这些中低收入户的孩子们 能够顺利就学翻转未来的人生 服务的部分常常服务到一些 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这些家庭我们就会除了 就是第一点我们可能会引荐他们过来 这边做一些就业媒合的服务以外 那第二点同时也是希望他们找到工作以后 那可以将一部分的薪水 那提拨到我们的儿少犯人账户 那给我们经济弱势的这些低收 还有中低收的孩子 那提拨着帮他们存一部分的钱 那同时我们政府也会提拨一部分的存款 到这个窗户中 那作为他们以后就业或是就学的基金 因此社会处妇幼及救助科人员 也积极协助就业中心 控出包括妇幼馆的亲子图书室 以及妇女上课教室和咨询室等等 营造企业主和应征就业民众 舒适的现场面试地点 希望求职民众都能够顺利找到好工作 企业主也能够找到好人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有一个收入的一定程度 我打算用 opened 而且我扶着 我帮助 吴俊松基隆